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呢在旧金山上次来这座城市 还是在五年前的2019年 这次来旧金山呢 我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找到属于旧金山的独特的咖啡文化 同时呢我想通过我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 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接下来 2024年全新的挂尔咖啡巡游世界系列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巡游世界系列的挂尔 那新系列的咖啡有四个城市 图片从左到右 一次是罗马 墨尔本 上海 旧金山 那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我近些年去过的地方 每个城市对应一个咖啡的口味 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一整合有四种城市的味道 其中墨尔本这个城市 我们选用了一款非常特别的归下的豆子 不过归下的豆子特别贵 所以墨尔本这个口味只有一包 其余的三个城市各有四包 分别都是跟城市的调性很搭的咖啡的风味 那我们的老粉都知道 从我们制作咖啡视频开始 我们飞了付下一千家全世界各地的有特色的咖啡馆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全世界不同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 每走到一处我都能通过咖啡认识到一些有趣的人或者是事情 于是从去年开始我心底萌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 我为什么不把全世界喝到了这么多的咖啡 通过我的理解呈现给大家 那再加上是十年来我的从业的经历 也积累了优质的生豆资源烘焙技术 于是从这个想法出现到新的卦尔咖啡的落成 整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此时此刻我就站在金门大桥的旁边 我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活力 和时而活泼 时而安静 多元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里也是精品咖啡领头羊Blue Bottle诞生的地方 也是北美的第一条华人街落成的地方 它有太多创新 而且充满想象力的文化 街头也经常能见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心想做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时候 会是什么感受 我们也拜访了当地知名华人瑞池的咖啡店 Spro Coffee Lab 他们出色稳定的咖啡出品 丰富的面包和早餐 咖啡师的热情 都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魅力 另外还有The Coffee Movement的第一家店 独特的体验 咖啡师的专业 以及一对一的讲解 都让我印象深刻 于是我想用活泼 而且跳跃的酸甜的咖啡口感 来表达旧金山这座城市 它喝起来会有明显的酸甜层次感的果酸味 还有一些茶感和果肉般的质地 那像上海这座城市呢 其实是我咖啡事业开始的地方 像第一次参加咖啡的比赛 第一次咖啡的创业 有太多太多自己在这个城市努力的过去 就是每当回想起来的时候都是历历在目 那上海这个城市呢 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平等 非常的包容 哪怕是普通人在这里 只要足够的勤奋 都能够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那大家可以看我的T恤的背面 那像牛朝着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个方向 张开了双臂 那我想表达的就是上海的这片土地上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小小的梦想 那就比如我们的咖啡品牌 那总有一天那我会让小牛走向世界 在上海的每个周末 我也都会去寻找好喝的咖啡 你像连锁店的Manor 独立精品咖啡店 Slap Town 那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店铺 还有各种的咖啡减餐 咖啡家面包 那生活在上海的人 来自全世界五湖四海 关于生活和饮食也都非常的多元 那于是关于上海的咖啡的口味 我选择了一款非常独特的配方 来表达它的平衡感 酸甜苦 在这个咖啡里边协调的非常的巧妙 那你会觉得它莫名其妙的平衡 这个就是它独特的口感 能够满足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人 对于咖啡口感的需求 那墨尔本这座城市呢 是我们咖啡频道诞生的象征 那六年前呢 我们开启了牛小咖的这个频道 当时呢是因为一场咖啡的比赛 我们被邀请去从上海飞到墨尔本 作为这个比赛的嘉宾 那整个十几天的行程 我用镜头记录下了当地非常多的咖啡馆 回到上海后呢 我把整个行程剪辑下来 就这样发了我们最初的咖啡馆的探电 那万万没想到就是最初观众对我们视频的喜爱 到今天我们已经足足拍了六年的视频了 所以说呢我要非常感谢墨尔本这个城市 也要感谢呢 最初对我们频道喜爱的小伙伴 那这里的brunch文化 以及精品咖啡的文化 一直深深的打动着我 在街头呢 你能遇到各种各样的brunch店 精品咖啡店 那就比如像墨尔本的Patricia的神店 以及文明一时的Seven Seeds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展现出来了墨尔本咖啡的魅力和火力 所以说呢 我们也找来了一只龟夏的咖啡豆 把它做成了卦尔咖啡 来呈现出来我对墨尔本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的印象 冲泡完这只龟夏我们来喝喝看 非常轻盈明亮的这种果酸感 伴有一点点花香水果的风味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只龟夏 鱼韵带有一点点茶感 因为卦尔咖啡大家真的很难喝到龟夏 所以说我才想要专门选一只龟夏的豆子 来做到我们这只混装的城市平配系列的咖啡 希望大家喜欢这只龟夏呈现出来的墨尔本 那大家有机会也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墨尔本 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和brunch文化 我们还有一个挂尔咖啡的口味是关于罗马这个城市的 我第一次踏入到这个永恒之城 我就感觉到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了 然后上千年的教堂和街道 古迹的废墟 来到这里就好似是穿越到了几千年以前 所以关于罗马咖啡的口味呢 我想致敬一下传统的义士咖啡 在精品咖啡概念出现之前 其实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咖啡的文化中心 像上百年的老店 上百年的市集 街头到处能见到的这种bar里边 就是每个人的手里边都转着一个小小的杯子 那我想这就是意识浓缩 能够给到你强烈的香气和快速的满足感 所以呢关于罗马的咖啡的口味呢 我想致敬一下传统的意大利的咖啡 就是浓郁的咖啡香 厚重的口感 喝一口了之后呢 就能被满满的咖啡香包裹的 这就是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意识浓缩之后呢 想要呈现给你的关于罗马的口味 这几年呢我飞了全世界超过50万公里 打卡了超过1000家以上的独特的精品咖啡店 那我想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这四个城市的独特的咖啡文化 通过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现给大家 带给大家一个悬油世界的咖啡风味之旅 说不定不久的将来 还会有更多的不同地方的口味 那希望呢我们准备了足足一年的 悬油世界的挂尔咖啡 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我们下一站见 再见 再见